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他的肢体啊 有点不好啊 听得懂吗 肢体有点像瘫痪一样 不能动啊 明白吗 而且他讲话也有障碍 你明白吗 对 只能讲两个字 两个字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碰到台长吗 有救了 这种小事情呢 我像这种小孩子我不知道救了多少 脑残 还有唐室综合症 都行 你这个小孩子是属于先天性的 对 遗传 遗传的 太阳厉害了 明白了吗 请问师傅还需要给他念多少张 你给他念多少张了 一千多张有个了 现在我许愿是八百张 只念了三百五十张 是你自己念的啊 我自己 我看看啊 好过一段时间了 有改善 他现在明显好多了 看见了吗 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都动不了 现在已能自己走路了 我告诉你 以后还要叫他自己讲话 台长就这么厉害 我告诉你 给他加持一下 更厉害 这小孩子还是有问题 这个脑水体啊 脑水体这里啊 明白了吗 你看一听加持 马上抱过来 哎呦 我的娘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好 跟正常一样了 看见了吗 太神经了 当心啊 脑神经的问题 啊 脑神经 你们你记住 这么合掌念大悲咒吗 念完之后啊 帮他头啊 叫妈妈帮他头这么撸 摸他头 听得懂吗 啊 知道 明白吗 这孩子 已经基本上痊愈大概百分之六十了 对 原来斗不了 嗯 现在是六十 他以后你要帮他再念下去 你给他放声啊 放声了 好吧 他想问 他想问 再还要放多少时候 放上多少条鱼 一千八 知道了 好吧 其他没什么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说他的内分泌系统不是太好 听得懂吗 吃东西 吃不好 明白吗 他总是有时候想吃就吃 有时候什么都不吃 他以后长大之后感情还会被人家骗的 很任性 很任性的 他要嫁谁就嫁谁的 这个跟你有关系 你知道吗 你老婆现在没听见 我偷偷跟你讲 你跟我老实点的 你太好色了 你老婆正在 听不见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记住 男人如果这方面比较厉害 女儿会受苦 如果妈妈这方面比较厉害 儿子会受苦 这是报应 听得懂了吗 知道 你老实点 算了 我看你也许老伴娘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请师傅看看我大女儿 几几年呢 14年14年14年6月份 输马 哎哟 前爪可以动 后面两个爪子全部陷在泥地里 所以这个孩子 天天想进步 天天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的身体拖累了他了 也是这个问题啊 听得懂吗 他 而且这个孩子有点自闭 明白吗 你赶快每天要给他念《心经》要49遍 明白了吗 还要给他念《往生奏》 我告诉你 他身上有很多海鲜 对 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吃了很多海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告诉你 这些海鲜你如果不念《往生奏》 他不走 他就整天让你身体不好 对 明白了吗 那个刚才美国吃的特别多 刚才怀他的时候 哎呀 好像每一天吃一个 什么一条鱼啊 虾啊 以后孩子生出来就像鱼一样会游 像虾一样会跳啊 啥子咧 给他念吧 大概往生奏要给他念四百四百八十遍 每天 不是每天哪 加起来呀 好吧 谢谢师傅 还有什么问题啊 能平时看我母亲 我母亲六三年十月数兔了 想看我母亲身体 只能看一个了 谢谢师傅 看什么了 就是看我母亲身体 几几年呢 六三年十月数兔了 六三年的兔是吧 对 看身体啊 看身体 六三年的兔 你妈妈呢 你首先呢 叫她呢 不要管的太多 听得懂吗 什么都管 烦得不得了 什么都管 我看这个兔子整天在家里转的转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而且吃的也多 对 吃饭是不吃 快睡觉是在吃 所以她胖呀 我看她肚囊都出来这个兔子 她两个腿不好 关节 腰也不好 还咳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她脑子里怎么回事啊 她 经常乱想啊 母亲想的比较多 有点业障啊 有点业障 你爸爸还活着吗 活着 在大陆 你妈妈没有什么大病 但是肠胃有粘连 肠子啊 有粘连 所以肠胃非常不好 你要叫她要吃荤的东西要少吃了 绝对不要吃活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活着都会粘在她肠子上的 她已经 我看她肠子上已经有很多的小的肉流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尿贫尿疾 小弟 灭尿系统不好 知道了 知道了吗 知道了师父 好了 谢谢师父 好好听话了 叫你妈念经不念经了 我妈念经 观地菩萨还保佑她呢 来过两三次了 家里 谢谢师父 好了 谢谢师父 好 好